大家好,我是生产队全年无休的小剧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大尺度色游复仇日剧 复仇的未亡人第五六集 上集说道,小蜜半推半就跟着社长进了酒店 她一起在育房做了双人运动 她把这件事告诉社长妻子久奈 暴怒了久奈,物理阉割了社长 这下社长辞职,小蓝失踪 感到不妙的板桥也离开公司去学习编程 小蜜的下一个复仇目标会是谁呢? 本集开始,小羊看到小蜜把药给女孩很吃紧 这药的故事还得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这天,小蜜的母亲老肥带着她去相亲 出发前,老肥还警告小蜜好好表现 如果男人跑了,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老肥看起来很变态 可她毕竟是小蜜的母亲 小蜜很听话,在饭桌上露出奉承的笑容 而对面坐着的男人看着就不像好人 虽然是在跟老肥说话 却把心思放在了美丽的小蜜身上 就这样,老肥成功嫁给男人 没过多久,男人就露出了真面目 事后,小蜜无助地躺在床上哭泣 下一秒,一双肥手掐住了她的喉咙 这一刻,她真的想成为母亲这样的人 那样的话,就不会因为长得漂亮被母亲嫉妒 危急时刻,男人突然出现打倒了老肥 她很生气,也很关心小蜜 可老肥却神色激动 因为男人生气的样子让她很着迷 男人看着老肥内心感叹 变态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画面一转,得知此事的小羊决定做些什么 她拿了一瓶药交给小蜜 还告诉她,这药很猛 一滴让人失明,一口让人丢命 小羊交代小蜜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哥哥林木 到了晚上,小蜜将药倒进红酒杯 还贴心地点上蜡烛 男人回来后很高兴 她端起酒杯细细品尝 然后色咪咪地看着小蜜 准备跟小蜜做些不该做的事情 下一秒,男人双腿一软 她瞬间明白就有问题 关键时刻,小羊突然出现 男人嫁和息去 随后,她拉着小蜜就要跑 门刚打开就被老肥堵了个正着 这老肥有多变态 她对男人的死毫不在意 只是感叹自己又要出去找男人 而她找男人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小蜜 她交代小蜜要好好努力 给她勾引来一个好男人 一旁,小羊提醒小蜜快跑 下一秒,小蜜突然抱住老肥 随后从口袋里掏出瓶子 只见她退后一步 一抬手,药水全部泼在老肥脸上 老肥痛苦地叫了起来 房间也燃起熊熊大火 小羊拉着小蜜就跑 两人一直跑到浑身无力 小蜜紧紧地抱住小羊 她的噩梦终于结束了 回到现在 春奈突然从工位上站起来 她不小心破坏了已经写好的代码 而且是今天就要交工的那份 整个公司的人都不淡定了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责怪春奈 在斋藤的指挥下 春奈找到了之前的备份文件 但只有70% 于是所有人都开始加班 一直到晚上事情得到解决 斋藤找到了罪魁祸首 维索男 指责他把自己的工作 丢给了新人春奈 维索男一脸不屑 还说事情已经解决 没必要斤斤计较 让春奈陪过就好 说完便吊儿郎当地离开了 斋藤毫无办法 不远处的小蜜 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回到家里 小蜜在浴房里冲澡 洁白的皮肤 让人看得下辈子 都像当个淋浴头 她一边洗澡 一边跟外面的小羊聊天 小羊有些不耐烦 刚准备离开 小蜜从浴房走出来 紧紧地抱住了小羊 果真硬了那句老话 好吃不过饺子 好玩不过嫂子 小蜜依靠在小叔子身上 感谢他一直陪在身边 两人是否有更进一步的关系呢 画面一转 小女孩把已经空了的药瓶 还给小蜜 并感谢小蜜对她的帮助 小蜜问她以后要怎么办 女孩说自己会去孤儿院 说完后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离别时也没有任何告别 隔天小蜜来到公司 看着丈夫跟同事们的合照 不知在想些什么 随后 斋藤来到公司 看着小蜜 斋藤想起了暧昧的画面 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小蜜向斋藤打听林木的故事 斋藤想了想说 林木是我害死的 话音刚落 小蜜浑身颤抖 眼神里写满了不可置信 原来林木跳楼前 曾跟斋藤有过对话 两人谈起公司领导 斋藤吐槽说 被这种人压榨 还不如从楼上跳下去 真的从楼上跳下去了 斋藤觉得林木的死 都是因为自己多嘴 不过 这话落在小蜜耳朵里 他倒不觉得斋藤是凶手 只是说的碰巧而已 回到家里 小羊已经搞来了 林木跳楼时的监控画面 奇怪的是 整个天台上 只有林木跳楼那个位置没拍到 而且斋藤走后 地上还有一道光闪来闪去 看起来像是另一个人的反光 为了调查是否有第三人存在 小羊还打扮成保安潜入公司 小蜜忍不住称赞 小羊想个侦探 谁曾想 小羊回答说 我就是侦探 这让小蜜想起了曾经林木说过的话 林木说 小羊从小就喜欢侦探 他无论做什么都很优秀 跟林木不同 小羊不需要努力就能做得很好 所以他总是比开跟林木有相同的选择 包括在小蜜这件事上 原来小羊也喜欢小蜜 但为了兄弟感情 小羊选择了放弃 林木对此心知肚明 小蜜也真诚地告诉林木 我喜欢的是你 与此同时 秘书小佐又开始作妖 虽然调来了新的社长 可小佐还是很跋扈 他给小蜜安排了大量工作 还找借口说是新社长吩咐的 如果做得好 说不定还能提前转正 小蜜无法推脱 一旁的同事也过来安慰小蜜 因为小佐找麻烦的行为实在太明显了 好在春奈仁美心善 主动帮小蜜做事 过程中 春奈向小蜜打听起了斋腾 原来春奈喜欢上了斋腾 但没勇气告白 小蜜劝他不要有心理负担 还下意识地夸起了斋腾 连他自己都没注意到 他的心已经乱了 这边 小羊来到林木跳楼的天台 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心烦的小羊想到了林木曾经说过的话 如果我出事了 帮我照顾好你嫂子 当时小羊没在意 还真诚地说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 我愿意代替哥哥去死 现在想来 哥哥那时候是在交代后事 回到现在 小羊准备离开 突然走进来一名男子 男子坐在凳子上拿起了电子烟 小羊看着他若有所思 幻面一转 斋腾准备下班回家 春奈突然跑来邀请他共进晚餐 斋腾本想拒绝 可春奈太过热情 两人来到餐厅 春奈异常主动 张口闭口都是 哥哥有没有女朋友 哥哥女朋友不会生气吧 听到斋腾说自己是单身 春奈更兴奋了 几杯酒下肚 春奈就醉得回不了家 斋腾是个直男 根本不懂什么叫女人三分罪 咽到流眼泪 无处可去的斋腾 只能带着春奈到附近的酒店 房间里 斋腾坐立不安 下一秒 原本神志不清的春奈 突然裹着浴巾 从洗手间走出来 还摆出了让人为所欲为的动作 他含情默默的看着斋腾 下一秒 小咪的声音响起 春奈吓得嘴唇都在抖 原来斋腾这个直男 担心被人误会 特意给小咪打了视频电话 以正清白 整个场面很尴尬 小咪隔着网线都有些受不了 斋腾拿着包就告辞了 留下春奈 一个人在房间里哭泣 这眼泪中写满了屈辱 这边 小杨提醒小咪 千万不要小看春奈 能干出这种事的 肯定不是好人 随后 两人继续调查 天台上的第三人是谁 小杨把会上天台的人的照片 摆在桌子上 说 这些都是经常到天台抽烟的人 不出意外的话 第三人应该就是其中一个 找到他 就能找到林木死亡的真相 隔天 春奈找到小咪 为自己昨天的行为道歉 小咪让他别放在心上 既然喜欢斋腾 就继续努力 但也要注意方式 想走进别人的心里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突然 小佐气势汹汹的来找麻烦 说小咪交付文件不及时 小咪看着小佐的包包 有些出神 因为这个包很反光 跟监控里地上的光线很像 这边 小杨也查到了线索 他给小咪打电话 说找到了天台上的第三人 小咪也回应说 我也找到了 镜头来到小杨手上的照片 上面正是左秘书 自此 复仇的未亡人第五六集 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咪悲惨的童年经历被解开 他有仇必报的性格得到了解释 甚至会主动帮助那个小女孩复仇 在他看来 斋腾也是个软弱的男人 现在第三人已经锁定到了左秘书身上 接下来 他会有什么计划呢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也可以在评论区 发表你对本期视频的看法 记得订阅聚集地 我们下期再见